字幕後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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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еперь 字幕 。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叔聊怪獸 我是Popacam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喔 1962的Q版金剛歌吉他 V12發光版 它不是所謂的普版稍線喔 它是V12發光 它也沒有限定版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彩盒喔 OK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彩盒的部分喔 沒有紹線的貼紙或限定版的貼紙喔 就代表它是一個獨立的商品喔 等一下我們將內容物拆出 大叔會慢慢的來跟你解說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講的是這一次所發行的 2002的哥吉拉東寶大怪獸 20公分系列的喔 運輸箱還是那個運輸箱 那之前我們講過了什麼叫日版 就是它一定會有這個國內運輸的標籤藍標 那它的盒子喔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喔 所以我們看這一面就好了啦 有一個少年限定的一個貼紙喔 屬於25公分系列 這支在WF展的時候也有展出 然後它是屬於一個灰魔的狀態 然後終於發實體了 那相信也很多觀眾朋友都已經有收集到了 這支的背棋喔發光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就一起將內容物拆出 我們已經將所有的內容物拆出喔 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為什麼桌上有兩支金剛哥 因為它一支是上一版的紹線版就是續光 然後一支就這一次的VER發光版 不是紹線版喔 我們可以從背棋可以看得到明顯的不同喔 這個比較白 這個比較灰一點 那這個呢它是屬於續光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喔 它的續光的材質喔 就是一個綠色的續光材質 喔有沒有就不一樣了 它就變紫色了 不知道在攝影機前面的效果如何 它一共就是有三個版本 還有一個譜版我沒有收集 譜版就是完全沒有續光 動作都完全一模一樣 老實說啦 我也是要站在消費者這邊的好不好 這一支喔我覺得真的是有一點偷工減料 為什麼說勒 因為它的電磁孔喔 完全沒有防塵蓋 完全沒有防塵蓋是什麼樣的概念 我的推測喔 就是直接拿上一個模來灌注這一支 所以並沒有做這個防塵蓋的設計 因為我們都知道在之後的Q版系列產品 都會有做一個防塵蓋 但是只要是在版過去沒有防塵蓋的 就到現在也不會有防塵蓋 所以乾脆就是挖個洞 然後就發光 但是它這支發光的效果也非常好 我們可以在後面細節展示可以看得到 有很多的觀眾在問大叔說 電磁盒可不可以共用喔 基本上喔 是沒有什麼關係 除非說它有大小電磁 比方說這一支它用的是小電磁那種設定 那就是要插小的 那這一支它是用大的電磁兩顆 所以是可以通用的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你說那些所謂的電阻啊 一些電系的產品 就是控制它發光啊幹嘛的元件 絕大部分都是裝在這個裡面 可以看得到它發光 因為我們現場的光源比較充足喔 所以沒有那麼亮 我們在後面細節展示可以看得到 所以也是很值得入手的 我前面有把它品頭潤足了一下 不是非常欣賞的那種感覺 其實不盡然 因為喔 這一支喔 它的吵架非常高啊 不便宜啊 那這一支喔 因為它是剛發售 所以它不可能被炒作 所以還滿便宜的 那如果以發光來講的話 它又可以發光 所以買這一支其實還滿划算 而且還剛上市 那青鋼哥的部分 我們就解釋到這 2002的哥吉拉的這個部分喔 我們就是有吹尾巴的這個教學喔 又來了喔 吹尾巴不斷的教 吹尾巴不斷的教 我們先準備一個熱風槍 直接吹屁股 不用怕傷到電子元件 因為這一次的超P設計喔 它的這個裡面喔 完全把電線都藏起來了 完全都把電線藏起來了 跟過去不同 基本上你不要往內吹 你往外吹 還是一樣吹這個圓 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它這個完全都包覆起來 而且它包覆起來 它不是用膠帶 它是用整塊膠把它包覆起來 這個發光的背棋上面喔 會呈現一個有層次感 因為LED等於是透到背棋裡面去了 所以讓它的發光能夠更有效率喔 進步囉 所以你可以大膽勇敢的吹 但是不要白白這樣吹 喔 這樣吹是紋死的 OK 這樣吹就好 喔 吹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我們這樣捏起來有沒有軟軟的 喔 這樣還不夠軟 我們要再讓它軟一點 組裝完成之後喔 我們可以看一下喔 這邊就是縫隙 雖然還是有 但是就是不會很大 很結實 那它一樣是有防塵蓋的設計喔 這防塵蓋啊 大叔的建議啊 就是你還是要把它收好 最好是能夠插著就插著 如果不能插著的話喔 你就把它放回箱子裡收箱 啊 乾脆不要防塵蓋了 就用電池盒插著 然後有需要的時候就把它打開來 OK 那它這一次喔 燈亮的地方非常特別喔 因為它把LED燈是塞到它的背棋裡面去喔 所以它所呈現的那個效果喔 是有點像冷光燃的這種效果 然後漸層一直上來 雖然是20公分系列喔 但是以過往的20東寶大外壽系列來說的話 體型其實已經逼近30了 整體的發光感也做得非常好 它不是讓那些電線都在背裡面裸露 是有做一個PVC的蓋子把它合上去 非常的用心 所以這次X-Plus算是有一個新的突破了 不用擔心說轟到讓它的後面喔 就是產生一些短路啊幹嘛的 但是我們吹盡量也還是只有吹洞口的周圍 不要往內吹 那我們就一起進入細節展示階段 好可怕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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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30.3.1 短片 OK 觀賞完細節展示之後 各位是不是非常喜歡我們這一次由X-PLUS 所發行的 東寶大怪獸系列的2002哥吉拉 還有這隻Q版的再版金剛哥 再來特地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金剛哥的部分喔 現在總共是有三個版本 一個版本是譜版 然後一個版本是續光 然後還有另外這個版本是屬於發光 真正會有紹線貼紙的那一個 就是我們初版它有續光的那個 它是紹線 另外一個是譜版 這個它會打LINE的這個標誌 然後它是發光的 通常大家就是如果去分辨如何確定它是發光的話喔 可以看一下它的外盒喔 就它如果有寫那個LINE 它通常都是發光版 這一支2002的話 我是覺得做的非常的仔細喔 大家從細節展示可以看得到喔 我是覺得非常值得入手 因為現在已經發貨了 所以第一波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趕快入手 以免就是時間過長了 就像大叔一樣有時候常常要吃茶 那大叔聊怪獸 就為您播放到這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之後大叔會持續為你們開箱更多哥吉拉系列模型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開箱影片 別忘了按一下喜歡 如果你想追蹤更多哥吉拉開箱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大叔聊怪獸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